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目前正在对台湾进行访问 张志军这次的台湾之行强调倾听台湾民众的声音 因此大走基层路线 另外台北市长郝龙斌今天也抵达了北京 这是郝龙斌担任市长将近八年以来首次到访北京 接下来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VOA卫视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 请永泰来为我们介绍相关的情况 永泰你好 一华你好 是的 首先能不能先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有关张志军 今天行程第二天的这个有关的行程 还有有什么重要的相关最新情况 好 张志军他今天行程呢 首先是来到了这个新北市 新北市的戏址来探望一些大陆的配偶 那么大陆配偶对他的到访也相当的兴奋 甚至有些人还要抢跟他合照 那么张志军他的这个到访的地方呢 他也是笑脸迎人的面对大家 那尽管是有一些这个抗议的这个声音啊 那他还是表示说他会接受这个请听来自于各界的声音 那在这个大陆配偶的探望之后啊 他也前去了这个一个老人的这个脱脑中心啊 去探望一些这个老人家啊 顺便了解一下台湾的现在这个脱脑的这个情况 这个经营的情形啊 那么他在这个脱脑中心也碰到了 新北市的这个市长朱立伦 那么朱立伦呢他可以说是这个执政党国民党的这个明日之星啊 那么所以他在台湾的这个政治影响力也是有一定的分量 那么他就告诉这个张志军啊希望两岸之间能够这个求同尊义 就是尊重的这个尊重底子的这个差异 那么过去我们知道两岸的这个在互相往来的时候 大家喜欢用求同尊义啊 那么朱立伦市长特别提到了这个求同尊义 那么张志军表示呢 希望两岸能够继续的这个往前这个迈进发展 那么今天的这个抗议情况还有就是说 有些这个之前参加过学英的学生啊 他们在这个乌来这个地方 就在台北市的南边的这个乌来的地方啊 就是张志军要前往这个地方啊 在路上啊用这个铁链啊把彼此绑起来 要挡这个张志军的这个坐车啊 不过也被这个警方呢先这个排除掉了 那么尽管张志军此行来台湾呢 是有些抗议 那么他也这个微笑来面对大家 那么我们特意也看到了这个绿色阵营的这个台湾党主席 黄坤辉特别提醒啊 他说这个张志军呢是这个笑里藏刀 因为呢中国方面对于台湾的军事威胁呢 仍然在不断持续的增加逼华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 除了张志军访问台湾之外呢 台北市长郝龙斌也今天抵达了北京进行访问 那么郝龙斌这次访问北京有什么重要的任务吗 他当然此行最主要是要参加这个在北京的这个旅游的这个博览会啊 来行销台北市 那么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北京市民到这个台北来这个观光消费 不过另一方面呢 他还有一个重要的用就是考察试证啊 他会去参观一下这个北京现在这个地铁反恐的这个情况 还有就是在这个北京奥运期间所兴建的这个水利方 还有这个鸟巢的这个运动馆 现在的这个营运的情况是如何 因为台北市呢在2017年要举行世界这个大学运动会 所以他想考察一下这个学习一下北京方面的经验 那么当然还有他此行啊 也会和这个像是大陆对台的一些系统的官员 像是国台办的官员 还有这个海协会方的官员见面 那么尽管他在台湾这一次并没有见到张志军 不过在几天之后呢 他会在北京和张志军碰面 那郝龙斌在接受台湾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也特别强调了 那么张志军来台湾呢 可以多多接触台湾各种不同的声音 那么相信对于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 是一个好的事情 弊华